大家好 又是我的鄉口卡爾 今天繼續玩GTA Online 3月7日除了推出了特集當當中農場這個任務之外 還解鎖了三輛全新的載具 上一條影片我已經開箱了鐵碗刺激者 今天這條影片就繼續開箱軍火大亨的新車 今天要開箱的是班森當當中 雙用車輛來的 坐到兩個人 原價685,000 批發價513,750 解鎖批發價的條件是以隊長身份 完成解構組織犯罪這個任務 就要打電話給帕格薩斯 就在貨車這一格 班森當當中 我先用第一人清望一下他 車頭有個Logo 威皮 威皮大隻Dizi 車牌就在車的左下角 這裡有搭板 司機位 另一邊有沒有搭板 副架位就沒有搭板 車鏡也有四塊車鏡 然後旁邊有當當中的東西 塗裝 Chicken Bell 這個 More rich than taste Super secret sauce 什麼意思 什麼多肉 多肉的味道 超級秘密的醬汁 超級秘密的醬汁 即是他在雞裡放了什麼 我記得我朋友做直播的時候 看到當當中的工廠 那些海報有寫成狗肉 哈哈 又是 旁邊 後面 後面又是有當當中的大大個Logo 然後旁邊又是有 再看看內籠 其實這輛車只坐了兩個人 只有主要和副架 後面是載貨的 其實我覺得後面塞人也只有這麼大個位 不過其他玩家就算站在車頂 這輛車是很穩的 不會掉下來的 那我先試一下車 那這輛車 當然就不可以說它是一輛快的車 但是 說它良心話 就是這麼大的駕駛 速度算OK 不過這輛車很笨重 我扭軚是延避得很嚴重 比其他貨車的快一點 不是快很多 但是這輛車真的很笨重 這輛車真的很重 很重 沒有什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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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不出爪地力算不算好 因為它太重 就算它真的飛起了 它都很快跌回到地下 我當它是爪地力好 這輛車 對了 其實剛剛轉彎的時候 都起了起 但是都很快 很快落地 始終這輛車太慢 始終這輛車太慢 而且很笨重 真的很重 很重 我下意識都要按緊R2 但我殺車是不太好 當然就是 已經慢了 這輛車 還要這麼長時間 才殺到車 不過這輛車 你都不會 期望它可以快 你平時 這輛車用來載貨 你不會期待 一輛載貨的車 很快 一旦燈到這輛 碎了 尤其是 混雞 這輛車用來混雞 你走得太快 那輛車 很差的 你都會看到它幾夠力 轉彎 唯獨是因為它實在太笨重 延遲得很緊 所以才看上去好像很難駕駛 那樣 這輛車也不是最普遍的那輛班森 有很多不同的圖裝 所以這兩輛 理論上都是在圖裝上的分別 一模一樣 只看車頭 上落位 又是 又是司機位 司機位才有樓梯 這邊是沒有的 真的差一個圖裝 圖裝分別 車輪也是一樣的 後面 後面的燈也是一樣的 差在 本身的班森是 後車門是沒有圖裝 這個當當鐘都有 那個當當鐘Logo 一模一樣 英文字也是一樣的 不過這輛班森比較稀有 因為這輛沒得買 現在這輛當當鐘 反而有得買 最普通的班森 反而沒得買 都對比一下班森 和班森當當鐘的直線加速 雖然機會很微 但是說不定 班森當當中這輛車是有改裝過的 好可怕 就算是有改裝過的 有改裝過的 在設計 要改裝過的 不得了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 有改裝過的 好可怕 有改裝過的 可以進行 是有改裝過的 有改裝過的 可以進行 有關GTA ONLINE裝車拆架DLC的新載具 《班森丹丹宗》的試用就來到這裡 這架車真是儲車用 我平時都不會駕駛出來 因為這個班森本身就沒得買 現在就叫做給你買一架班森 但就是丹丹宗圖裝 是蠻有趣的 好啦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下一條影片就改裝了 藍星安迪斯超級汽車網的新車 喜歡的就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我是香口卡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